原标题 被梁喜超称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的张居正都有哪些历史功绩 家境四年以五二五年 张居正出生于荆州府江陵县 新荆州市的一个秀才家庭 其曾祖父曾梦见白龟脱月 于是为设个新生而取名为白龟 张居正天资聪严 有神童的称号 家境十五年一五三六年 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同事 荆州知府李适豪对他十分喜爱 并为他改名为居正 张居正家境十六年一五三七年 张居正参加相识受挫 家境十九年 张居正中举人 家境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 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 第九名进士 授树及士 自此踏上之徒 家境后期 张居正升任又中远 属于文学侍从之臣 墓中龙庆元年一五六七年 张居正任立部左侍郎 监东阁大学士上陈六世书 声明自己关于改革时政的一届 经历了激烈的内阁斗争后 最终与高拱定位在府 任立部上书 建基殿大学士 张居正和高拱等阁臣对百达封共平息了北方的紧张局势 同时准许广州定期进行贸易 张居正书法张居正真正独掌大权 并大展权角色万历初年 张居正与宦官冯宝和谋族高拱 代为首府 并且取得了后宫李太后的支持 由于神宗万历帝年有 一切军政基要均由张居正裁决 前后当国十年 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 在政治方面推行一条编法 一条编法的核心是赴税合一 半目争引 把填付利益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 统一按填母 科算征手 原来按经过争议的办法 以并改为贪入填母 税引由官府征收运送 某些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负担 此外 张居正还任用旅程粮 七级光等粮将镇守寄粮 稳固了大明王朝的北部边疆 任命水利专家潘继逊治理黄河 潘继逊以树水攻杀的方法 有效的治理和疏通 黄河 以上种种 都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 改革的成效也是十分巨大明显的 明神宗实录记载张居正在位期间十年内海域组清 四宜折服太仓宿客之数年 其用刺基金者四百余万 成军的意见性 严考成 宗明师 清游船 和地墓 寻经济之才也 荆州市张居正故居万历十年以五八二年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足 赠上驻国 是稳重 再过世前十天 神宗家封位太师 唯有名义的唯一生前受封此之大臣 但他死后不久就遭到了朝中反对派的清算 万历皇帝也由于长期遭受张居正的严苛管束 而加以报复 不可否认的是张居正的种种举措 使得行将又目的大明王朝 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广大老百姓也从改革中得到了一些好处 从这一点来讲 张居正不愧为中国古代一流的政治家 但张居正改革 也是晚明帝国的回光返照 他出见腐朽和败弱的命运 是一两个治世能臣改变不了的 参考资料 张廷宇等 明是虎铁球 新界张居正改革 依靠成法 为中心讨论 万明 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 张居正改革新论 冯明 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